说每周贸易战影响 商家对商家之间诈骗案例越来越猖截 不知买家容易遭骗 卖家也很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除此之外 万圣节要到了 又有哪些活动不能错过 讲量话这个礼拜末热烈登场 欢迎观众锁定 橡皮发商进货贩卖时 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才不会误导消费者 任门单元商法先锋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 本周特别说明 他有最基本的Due Diligence 他要去查一下 不要说明明知道 是个卖几千块 这是几十块买来的 那时候他就得误导消费者 但是也要去查一下 这个货的来源 举报他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买家看见商品价格很可疑时 该怎么做 才能预防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深入说明 除非有很多的证据说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万一是假的话 那我就不要买 我没有买 你可以跟我店家讲说 你这个可能是真 你这个可能是假的 那我店家我就给他拿下来就好了 至于就在你身边单元 本周特别请到RNC Hunting House的Crystal & Ratio 两位资深万圣节专家 分享自己如何盖鬼屋 最早是从英国爱尔兰他们是用那个就是 橄榄菜 不是那个菜头 大菜头 大菜头挖个洞放蜡烛在里面 做灯的这样子 做灯 然后叫就是那个捷克灯 捷克灯 就长得像捷克 真的像捷克 那到了美国才用南瓜 对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就改换成南瓜 帮助华人社区融入主流社会 讲量化 本周六晚间八点新闻台首播 周一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尽请观众持续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财量报道